社會變化很大,但是總有不公平的地方 有的人有十套房子,有的人一套也買不起 沒什麼可抱怨的 對個人來說,你只能更努力,自己做得更好 相信自己就行了 這也是我喜歡格鬥的原因 格鬥是值得尊敬的 在籠子裡,你爸爸是誰 你在哪裡讀高中,不會影響什麼結果 你只能靠自己努力訓練 只有努力,吃的方面有沒有注意 跑夠了沒有,能不能再多砸幾下輪胎 在籠子裡,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情緒 啊 啊 啊